去登主来 这 这是 臣 红长朝再败 宫廷谨卫森严 不得已而为之 图强主弱 国之大祸也 外有强敌 更是亡国之杖 请朝廷为摄政王进位为皇父摄政王 郁亲王 你们过分了 摄政王固然有功于国王 可是父皇摄政王这样的称号 岂是随便能够上的吗 这是大逆不道 这是僭越 若是这样 你们还不如提出让皇上善让呢 豪拜 让皇上善为 这可是你说的话 本王可没有这个意思 说大逆不道 那也是你大逆不道 以摄政王的攻击 便是上位皇父摄政王又有何不可 你 郑亲王 你是府政王 你来说说 为摄政王敬为皇父摄政王 到底可不可以 郁亲王 此时还需要几位旗主 以及诸位亲王商议一下才能够定夺 着急不得 李亲王 朝堂之上您最是威望最龙 资历最深 不知道你怎么看 老老的 你狗日的不愿意淘这个浑水 却将老子推出来 二哥 如今先帝已是 大哥也早就不在了 咱们弟兄中 你可以说是资历最老的了 你来说说 摄政王应不应该上位皇父摄政王 这个 郁亲王 这个还用说吗 摄政王功勋盖世 早在先帝在日时 就已经是群臣的领袖了 现在更是统设大清军政事务 禁卫皇父摄政王 也不过就是多了一个称号而已 对于摄政王来说 可有可无 但是对于我等来说 那是必须的 否则如何对得起 摄政王多年以来的辛劳 呵呵呵呵 何洛慧 说得好 诶 张亲王 何洛慧已经站出来了 你呢 不要躲在后面 二哥那里他必定是同意的 毕竟这些年来 他可是亲眼看着摄政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阿基格 与亲王 印亲王 即便是李亲王与郑亲王同意了 这件事情还需要皇上跟太后同意才是 你们如此步步紧逼是何道理 这个时候 即便是孝庄皇太后跟顺治皇帝不愿意 也只能捏着鼻头刃 一旦撕破了脸皮 那多尔滚兄弟便是真的篡位 也有可能干得出来的 孝庄皇太后倒是很痛快 直接代替顺治小皇帝 答应了御亲王多多的上书请求 择日为摄政王多尔滚 禁为为皇父摄政王 索尼 哀家知道你跟敖拜的意思 敖拜向来忠勇 乃是先帝最幸重的步将 只是 你们想要扳倒他们兄弟 又谈何容易啊 太后 即便是再难 陈登也亦不容辞 陈登绝对不容多尔滚兄弟一致胡作非为 只是时机未到 一旦时机成熟 昨夜 红尘仇上了一道秘哲 他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 如今大明自从朱子朗登基 国师日盛 死消彼长 大清已经无法保持对大明的军事优势了 说是大清起了内讧 只怕会便宜了大明 让朱子朗小贼乘虚而入啊 太后 秘哲何在 可否容辰一官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红尘仇的密哲 连字体规矩都不强求了 这是忤逆 去登主来 这 这是 臣 红尘仇再败 宫廷仁为森严 不得已而为之 图强主弱 国之大祸也 外有强底 更是亡国之杖 欲阵帝威而较国贼 为外河强陵 内劫忠臣 刺激图止 否则 身死国灭 宗庙不复义 结交明听 这红尘仇是要造反吗 谨慎 索尘非比常人 他只看了两遍 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密哲四行 其中第一行第四个字开始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合在一起 便是 以火轰之 索尼 苏克撒哈 你们说 如果 我们跟大明一合 那个周次郎会不会接受啊 太后 如今明廷虽然势大 可是北面有我们已经蒙古的威胁 难免还有郑之龙那个刺头 若是崇祯或者天启在日 必定接受 至于这个朱祠郎 他可是从战争中 刺杀出来的马上皇帝 身有乃祖之风 想要跟大明一合 只怕未必那么容易啊 更何况 如今朝廷 进阶被满洲人控制 我们即便是想要与明廷够合 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我们也无法派出密室 与明廷联络呀 你们且下去吧 这件事情 容哀家考虑考虑 若是有机会 详细问问红成仇 看他既然这样说 想必也已经有些方案了 你们接下来继续隐忍待机 不必操之过急 至于跟大明一合的事情 先放一放再说 总得有合适的时机出现才行 满洲朝堂云波诡诀 暗逃汹涌的时候 红成仇的书信 也被锦衣卫送到了 朱祠郎的暗逃之上 莫生 这多儿滚的野心 可是不小啊 满洲水师的力量 增长如此之快 一旦南下 直谱天津府 大量的不期待天津府当路的话 那对京城造成的威胁 可是太严重了 你说的不错 这个问题在早之前 我们两个就已经遇见到呢 只是没有想到来得重快 如今天津港还在建设之中 最快要到明年方村路眷工 至于天津府海湾处的炮台群 却是不知道进展的如何了 这个倒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有李定国将军在天津府 倒也可以保证无虞 更何况还有通州 陈青瑞驻扎在天津府呢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 如此一来 登来水师就没有办法远航 若是还想上一次一样突袭东阳 满洲水师趁虚而入 那仅仅凭借着通州镇 要挡住数万满洲精锐 几乎是不现实的 传指 明日后 镇要巡视天津府 朝政军政事务 着石为平 李延 湘西出智 皇傻 您又要出京了 天津府事关重大 镇不能不放 不亲自前往天津府走上一走 实在是放心不下 好在天津府去的京城 不过三百里路程 一路青庄提醒 镇短则七八天 多次半个月必定回来 况且 如今朝政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物 因为内阁没有阵 也照样撞得开